哈喽观众们 我是蹦发哥 这是一期有味道的视频 爱吃榴莲的打一 不爱吃的打屏幕下方的红字 大家经常吃的榴莲 应该是金枕头对吧 如果我拍金枕头 你们肯定得说我水视频 所以我用私房钱 买了世界上最顶级的 猫身猫榴莲 不贵啊 240多二斤 一千一百多 你们可千万别让我媳妇知道 我花二百多买这玩意儿 哎不对啊 他每天都看我视频 男人花二百多买个榴莲 怎么啦 这次我难逃一死了 你们点点赞送我一程吧 这就是本尊了 榴莲中的爱马仕 榴莲中的扛把子 猫山王榴莲 舌尖上的中国总部问 食神蔡兰先生曾经说过 猫山王榴莲是死前必吃的水果 必须的 太应景了 吃完我就能上路了 这猫山王榴莲 费啥那么贵啊 接种开花到结果 老数四年 心术要七年 完全靠天吃饭 动不动就减产绝收 这简直就是人间的人生果啊 难怪这么金贵呢 我先吃了啊 其实这猫山王之上 还有个更贵的呢 黑色榴莲 八百起步 吃不起吃不起 OK 试试环节 是不是好多人都问 怎么分辨这猫山王啊 回答问题 你们看妹子最先看哪啊 五字真言 看臀石猫山 屁股上有五角星呢 就是猫山王榴莲 是不是很可来玩呢 诶 这五角星怎么不明显啊 怕不是变异了吧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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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榴莲 我傻呀 你们猜猜我能取几房啊 二箱 一房 两房 三房 四房 五房 六房 够用了 太多死的块 上面还有冰茶的呢 哎呀妈呀 六块 一块和四十 还有四个是空房 这是几个意思啊 好东西啊 得教识我们家闺女 快来美食家 观众老爷先吃 阿卜煮第二个吃 好吃吗 好吃 我垫底吃 一股香甜的味道 爆发出来了 我爱吃皮 没事 开出来就行了 这也不是皮 我现在都不想说话了 味道特别香浓 我爱吃榴莲的人 你们说这榴莲是啥味啊 啊 厕所 其实好多不喜欢吃榴莲的人 说像在吃屎 讲道理说 这榴莲跟屎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怎么那么清楚啊 看来这老话说的好 没有花钱的不是 那这样啊 我现在视频点赞最高的是 辣条炸油 2.1万 这期视频啊 要是超过2.1万点赞 我豁出去膝盖不要了 咱们整个黑刺榴莲怎么样 八百块起步 我给你们问我看看 开心能不能吃到黑刺 就仰仗大家了 层子感特别足 有回甘 杀口感 怎么说呢 这味道 Oligate 难怪这澳门赌王何鸿燊 派私人飞机空运100个猫山回香港啊 他只舍得送香港特首10个 自己都不够吃 那怎么形容这个猫山的味道呢 刚开始啊 你会感觉到榴莲的那种香味 在你的口腔里边迸发 然后是杀口感 接着是回甘 微微苦 然后这香味啊 就接着在你口腔里不断的转悠了 你们说这个猫山 不就跟生活一样吗 比如你是富二代 生活只有甜 没有苦 那这样的生活多无趣啊 是不是 好像挺好的呀 那剩下这两块留给孩儿的娘 他最爱吃榴莲了 但不舍得买 不舍得吃啊 不舍得穿啊 辛苦他了 你们说作为男人 偶尔奢侈一把 给媳妇吃点可口的 没毛病吧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三连支持一下邦爸哥 你们每连一次 我就少跪一秒钟啊 请帮我爸爸三连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